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继续介绍天才厨师 再一次做出绝世美味的美食日剧 三星营养午餐第七集 共十集,其余各集请到合集中观看 上集说到星野和情子终于母女相认了 星野二十年没当妈妈了 所以极尽一个妈妈的关怀 整天幸福的唠唠叨叨 而星野的小吃摊越来越火爆 声名远播 而坏蛋小甜的女王餐厅分店也很火爆 各种菜品都俘获了顾客的味蕾 那个游风一级沙朗牙也才卖999 女制片恭喜小甜分店的预定都排到两个月后了 她问小甜是不是要趁热打铁再开一家分店 小甜尖笑说她已经准备好了 还说下一家分店是受了星野的启发 某天当星野下班后 突然一辆大型餐车停在了校门口 而走下来的竟然是小甜 小甜说她的下一个分店就是这辆豪华餐车 说这还要感谢星野给了自己启发 星野不屑的说你什么都喜欢山寨我的 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随时请教我 晚上星野出摊后发现今天竟然没人进来 他出去发现一堆人在排队 他忙说大家排错了在这边这边呢 哪只摄影师跑过来说大家排的是另一家店 然后就带着星野过去看 星野一路走过去就发现了不远处的一辆豪华餐车 那正是小甜的餐车 广场上摆着好多餐桌 有很多客人在用餐 而餐车上正在制作的竟然是全套的法式套餐 每道菜都非常诱人 而且菜品的价格比分店还要便宜一些 女制片说这就是小甜的小吃摊 明显就是针对你的 此时小甜走过来见笑说 真巧啊 我们的餐车就在你的小吃摊附近 星野说你不知道小吃摊的规矩是只能卖一道菜吗 星野对一位警察说这里提供套餐 哪只那警察说了句没问题就走了 小甜说我那辆餐车能储备200升以上的水 那样就足够为客人提供各种菜品 也就是说有了这辆豪华餐车就可以卖套餐 他幸灾乐祸的欢迎星野也来品尝品尝 星野不屑的说 这个人真是以整垮我为目标啊 结果一周过去了 小甜的餐车门庭若市 而星野的小吃摊门可罗雀 摄影师说这样小甜就大获全胜了 哪只女制片却说那可不一定 女制片虽然总是给星野使绊子 但她对星野却很有信心 认为星野总会有办法翻盘 大家看着女制片的节目里豪华餐车那边热闹非凡 说星野跟人家比就是鸟枪对大炮 哪只星野又精神饱满的跑来了 在银行工作过的老赌说 照这样下去你马上会亏本 银行是绝不会贷款给你的 但星野依旧自豪的说 他们的套餐都是我发明的 当然难对付了 黄沐建议星野换个地方 但星野说他不想逃跑 说自己的鸟枪可是三型鸟枪 哪只小甜竟然跑来了食堂 说是来感谢星野给了他这么好的灵感的 还拿出一打的餐券说 请大家免费去吃法式套餐 星野不屑的说谁要去呀 结果那群不争气的同事 立刻过去把餐券给抢了 星野气得直撇嘴 他暗暗发誓要做出一道 惊天地气鬼神的菜来 他回家后仔细研究新菜谱 还化成各种图解 然后就开始精心烹制各种食材 做饭的时候他是最开心的 灵感就跟火焰一样炙热不息 他兴奋研究开心制作 终于弄出了三道精美的菜品 异常之下简直美味至极 他感觉自己就是个天才 但他的摊子只能做一道菜 他冥思苦想 该怎么将这道油封鸭变得更美味 更让人期待 转天食堂的同事们 就盛装来到了豪华餐车 油腻叔去给女友的狗看病 所以餐券多出来一张 于是大家就把并不想去的荒木 给拉了过来 套餐里有鹅干 熬虾 香芹椒汁羊膏排 奶油巧克力慕斯 大家一吃之下 不禁大赞好吃 每道菜都非常赞 连荒木也觉得很美味 大汗甚至将用来洗手的水都给喝了 还说真好喝 情子感慨说 这些菜都是星野创造出来的 感觉他还真挺厉害的 而星野的小吃摊前 却依旧空无一人 对比相当强烈 但星野却依旧每天精神十足的 跳着魔性的舞蹈 跳得跟个神经病似的 嘴里还念念有词说 一定要想出美味油封鸭的做法 但是一道菜 如何变得让人更惊喜 更期待 真的很难 此时荒木说 他想到个蔬菜鱼肉饼的改良方案 说想改成千层蔬菜鱼肉饼 在鱼肉糜上加上新鲜鱼片 然后浇上甜辣酱 混合各种风味在里面 说孩子们一定喜欢 星野夸赞这个食谱还挺不错的 黄木说 那今晚就办试试会 晚上黄木精心制作了几份 千层蔬菜鱼肉饼 看起来汁水四溢 很是诱人 大家赶紧动嘴吃了起来 吃了一口都说好吃 各种风味搭配在一起 很新鲜很特别 而星野吃了一口也说很不错 黄木很高兴的问能打几分 结果星野说55分 说已经很不错了 能拿米其林一星了 黄木笑笑说 这道菜有什么不足 星野说 要将这道菜的配汤改一下 将西洋风味的蔬菜牛肉浓汤 加入合适的元素会更好 会产生全新的风味 于是黄木接受了建议 转天一道道的千层蔬菜鱼肉饼 就端到了孩子们面前 大家一看这道菜 真是太漂亮了 巴不得赶紧尝尝 星野又进来说 你们倒是试试看 今天会不会剩下 这可是味觉盛宴 顶级笑餐哦 可想而知 孩子们一吃之下 惊喜连连 都惊呼好吃 说里面有很多种味道 真是太神奇了 大家看到孩子们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心里都很欣慰 笑容早就变成了星野的粉丝 他兴奋的说 这道菜真棒 能将各种口味 揉合在一起 是令人心跳加速的感觉 星野一听心跳加速 不禁若有所思 大家吃饭时都说 出人意料的组合 往往能变成出其不意的好吃 大汉说 就像经典的咖喱猪排饭一样 说炸猪排和咖喱 根本不挨着 但组合在一起就非常美妙 黄沐说 那是巨人队的千叶帽发明的 说千叶帽特喜欢咖喱和炸猪排 有一次他去饭馆吃饭 让店员在咖喱饭里 放一块炸猪排 就这样 咖喱猪排饭就诞生了 众人立刻列举了 很多成功的组合 比如炒面面包 可乐饼 乔麦面 没干牛奶 而星野听了这些后 顿时灵感爆发了 他突然站起来说 或许鸟枪 也能打赢打炮 回到家中 他立刻开始制作 混合口味的油风鸭 让人心跳加速的油风鸭 让人充满期待的油风鸭 想想 他就感觉兴奋不已 他弄了各种不同的食材 要跟油风鸭配合在一起 期望产生奇妙的口感 而女制片来恭喜小田 以压倒性优势 战胜了星野 小田满足的说 这都是星野给我的启发 女制片说 其实你心里一直很在乎星野对吧 你虽然把星野赶出了女王餐厅 但你一直关注他在做什么 做了什么菜 小田尴尬的说 那怎么可能 女制片说 星野对你的影响 其实真的很大 不过对我来说 这是件好事 你们斗得越激烈 我的节目收视率就越高 小田被戳穿了心思 气得又放出他的金色纱带 开始发泄 他也才发现自己 竟然是那么在乎星野 而转天晚上 星野就信心满满的出摊了 招牌上写着 新品油风鸭 只卖999 两个吃货常客 本来在排豪华三车 但立刻被新品油风鸭吸引了 两人忙跑进去吃新品油风鸭 而星野就给他俩奉上了 独一无二的新品油风鸭 哪知这玩意儿让两人吃了一惊 这哪里是油风鸭呀 倒像是个春卷 鸭子拿去了 飞啦 而星野还提前委托情子 给其他人带了几份油风鸭 大家一看也都迷惑不紧 还以为星野换菜了 但是他们一口咬下去 顿时被惊艳了 那味道简直太美妙了 原来这是将鸭腿肉撕下来 跟各种食令食材组合 再用面皮包起来用油煎 这样每天的食令食材不同 每天的口味也就不一样了 同事们都吃得很满足 说这果然是令人心跳加速的美味 荒木很佩服星野这个绝妙的点子 能让人每天都充满期待 而那两个食客满怀期待的吃了一口 顿时给他们香的只叫唤 说尝到了很多种味道 真的令人惊喜又激动 无庸置疑 星野又成功了 星野还给他们推荐了 会经常变换水果的热葡萄酒 说和新品油风鸭很般配 两人喝了一口 感觉又暖又甜 他们吃得非常享受 渐渐的星野的小吃摊前又排满了人 人们每天都期待着不同的口味 期待着惊喜 一周后 小田的领班急匆匆跑来 递给小田一份报告 显示豪华餐车的顾客人数锐减 小田很奇怪 怎么会这样 领班说 他听一些顾客说 套餐虽然好吃 但跟女王餐厅分店也没什么区别了 还不如去分店吃呢 还有的说 法式套餐 适合在安静的环境品尝 还有的说 在这里吃 就没有了吃小吃摊那种热闹的感觉 就是有些似不像 而且最主要的是 星野一周前推出了新版油风鸭 所以客人们都跑到星野的小吃摊排队了 还有很多点外卖的 甚至有的顾客每天都来吃 就是想尝尝 今天的油风鸭是什么味道的 小田急匆匆的赶到星野的小吃摊 见到那里门庭若市 再跑到自己的豪华餐车前一看 简直门可罗雀 他的心里拔凉拔凉的 这次他又输了 大炮被鸟枪给干掉了 而女制片还特意从星野那里买了油风鸭 给小田送来让他尝尝 这大姐你还真是个人才呀 两边来回的敲打呀 而小田打开盒子 看到了外形别致的新版油风鸭 他吃了一口 立刻就叹服了 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没办法跟星野对抗 因为星野是个天才 跟天才对抗只有输的份 而天才星野每天为顾客们精心制作油风鸭 看着顾客们吃的高兴 就是他最大的快乐 而下一集里就该轮到小田倒霉了 因为又到了评选星级的时候了 没有了星野的女王餐厅 想保住三星 简直吃人说梦 请看下集 天才就是你拼尽全力 也无法忘记象背的人 蠢才就是本事越大 就越能作死的人 所以蠢才想搞天才 就像以卵击石 死不自知 创造是灵魂 有了灵魂才拥有鲜活的生命 复制没出路 只有受制于人 走投无路 所以若你是个天才 就可以横行无际 若不是天才 就只能靠运气或努力 好了我要去努力了 顾对白下次见 有猴